哈囉,大家好,我叫小AQ 我從小時候開始就很喜歡做手工藝 然後媽媽也常常會對我做一件事 我比較小不怕的,比每年都在你最高 開始出社會之後 有自己的經濟能力的時候 我剛開始都是自己很出來看 然後做電腦就滿面有的術 然後做創作就滿創作的術 自己看出去 然後後來決定要開始創業的時候 就開始去上一些專業的證照課程 那到時候我給了自己一個目標就是 當我的存款額度到達了我要的目標之後 我就一然決然的決定我要走創業正常路線 那在103年年底的時候 就一然決然持續了我的工作 然後開始決定要創業 那在這個過程中也有跟我們談到這件事 那爸爸一定支持反對 女兒 媽媽支持你 但是媽媽沒有錢 不能夠幫你 媽媽真的沒有關係 創業是我自己要做的事 不可以的 謝謝你 謝謝媽媽 謝謝你 我剛才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其實心裡面也是很難過 第一次的時候 然後最近開始的目標是設定在好創意市集 因為就是去擺 加著去擺攤 然後這樣子可以增加一些知名度 那第二個就是去固定點 叫做手工硬碼 叫手工硬碼 那但是前進兩百早知道 手工硬碼還價在 那去年的8月底 就是台中電結束 然後全部收到台北電這樣子 所以就各自之間 從那時候就斷了手工硬碼 那我也覺得 那也 回機就是轉機啊 三大哥就開始很精靈的在找工作室 那也剛好通過我們有的介紹 在11月的時候 找到了這間工作室 那在基於省錢的關係 所以全部裝修都自己來 自己貼壁紙 然後自己油漆 然後自己去買 品牙的櫃子 自己補妝 然後從頭到尾壁紙 那門面的部分決定說 到時候的 成本回饋了 開始有固定的 學生了之後 再來整個裡面的品牌 多學 再 想過什麼樣的生活 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全部就是 靠自己去努力 但是這過程中 你一定會聽到一些不好的話 但是其實這些話 他們不是你 他們永遠不知道你想的是什麼 所以就是靠手去做吧 即使失敗了也沒關係 因為至少 甚至要撲毀 也要後悔 大家好 我叫黃漢萍 我是早餐皇第三代的負責人 當初回來接著早餐店呢 其實在那之前我是在外面工作過 那事宜了這一年當中 發生到說其實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那再加上我爸爸又喜歡我能考工資 所以我就想說 那當這個大學方案結束之後 就先回來家裡 那早上就在家裡幫忙做早餐 下午的時間再去補習辦補習 可是過了一陣子之後 我發現到讀書這件事對我來講非常的辛苦 因為從小到大讀書這兩個字是為了父母而讀 那現在大部分已經出社會之後呢 我發現到自己對讀書已經是有一種排斥甚至厭倦 那小時候認為說我考成績是一種效忠父母的表現 那現在父母不要求成績了 那我應該要對我自己負責 我就開始會思考說 那是不是把早餐店做好 所以我就開始慢慢的去了解說 這個產業做早餐 這個產業是不是值得我可以去努力的方向 其實我爸爸他是公務員 他會認為說他希望他的小孩子 從小就是在明星國中畢業 然後考上台中一中 台中一中再考上台大 台大然後再考上公務人員 那他覺得你的人生就應該是要這樣子 結婚生子就是一路一帆風順 其實我一直在衝撞他的傳統觀念 我在做早餐的時候呢 我發現到年輕人應該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選擇自己喜歡的 然後既然選擇喜歡的就要有感去追尋 對 當初我要回來做的時候 回來做早餐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們店是非常舊 非常髒 那我爸媽其實他也認為說 好你要回來接早餐 沒關係 可是你不需要去裝潢 因為他們認為早餐店應該是 就很規規矩矩 就像一般的早餐店一樣 外面就是個出餐的吧檯 然後座位就是兩三個 然後也不需要有什麼燈光啊 不需要有投影機啊 然後不需要有什麼高教育或靠床的座位 他們覺得這樣子太滑翹了 可是我那時候我都有我的想法是 因為我熱愛這個工作 所以我希望說 不只是客人會喜歡 我自己也喜歡待在這個店 我要想就是 當初因為也是堅持自己的想法 然後跟我爸媽在觀念上有所衝突 但是還是經過要溝通 那溝通完還是會衝突 衝突完還是要繼續溝通 那幾乎這樣的來來分會 才有現在這樣子的早餐的話 所以 就是不要怕衝撞 媽 妳拜託 哇 哇 妳辛苦了齁 搶一下妳 後來 這裡 對 我們還是不錯 這些都沒有